好,大家好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沙发清洗第二步 这是专门针对家庭的一个沙发清洗 家庭使用的沙发清洗剂呢 它有两个要求 第一呢是个的必须小 要轻便 我们看这个剂子 双扶手内置水箱14升 好,拎着就可以走 拎着就可以走 重量是25公斤 两个人操作 那么第二呢 是家庭的沙发清洗 用电啊 用电 注意 不能超过4000瓦 所以这个机子呢 我们待会演示3000瓦 加一个吸尘器 好,我们看到后边 这是一个商业空间网吧的沙发清洗 这个机子明显个子会大很多 好 这种3000瓦的电价蒸汽清洗机 依然是闯王公司设计 冷机启动一分钟 持续放弃压力不穿紧 可以调干湿度 但是我们注意 洗沙发的时候 这是一个沙发 洗沙发的时候 蒸汽要留意湿一点 好,我们开始 今天也是我们邀请到 加菲猫公司的副总 给我们大家做演示 首先呢 喷上加菲猫专用清洁剂 好,喷之前我们看一下 这是刚刚的 大机子洗出来的 干了之后呢 给这边啊 这是洗过的 哎,我们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好 好,我们依然挡一下啊 只洗一半 冷机启动一分钟 这是自己做的八头 非常有用 可以调长调短啊 远近距离都可调 在这个生命下 这个机子定位是 家庭的沙发厅 上海床事业 是一家 有十年历史的公司 有上百种产品 适合不同的使用环境 和不同的用途 好,我们调整一下干湿度 打开吸尘器 我们看到黑水流出来了 好,好,好 d shameless hours 或者二十年历史丁 好, 그래요 那في disk的话 谢谢大家 OK 那么这半个沙发就清洗完毕 洗过之后呢 表面上就会有点湿 干一下效果就会非常明显 我们看 这边对比一下 这是没清洗的 这是刚刚用大机子清洗过的 好 非常明显 这是3000瓦蒸汽机 洗沙发 那么3000瓦蒸汽机能不能洗地毯呢 我们可以简单尝试一下 好 停掉 好 我们看到 这个洗地毯效果不是很明显 因为这个蒸汽机的功率比较小 只有3000瓦 这个相当于是12000瓦的 相当于12000瓦的 好 干了之后啊 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左边 右边 好 以上啊 两款介绍了 家庭的沙发清洗 3000瓦蒸汽机 网巴的沙发清洗 电驱动燃气蒸汽机 还有小面积地毯清洗 也是用这种 那么今天下午 将给大家介绍 大巴头 再展示一下大巴头 一个猪八戒的耙子 这个将配合床的 双火炉的燃气 热水机 100公斤压力 70度的热水 再配合床上的 工业级吸水机 来给大家做演示 好 谢谢